回到我们台湾共同团 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是 关于这么多这么多大学教授 也会拿假发票来跟国科会 来暴力所谓的研究经费 看到这不知道观众朋友 您是怎么去想 抢到假发票 或许立刻抢到当年的余文 帮了当年的台北市长 马英九背负起这样的责任 最后还去做了一年多的劳 不管这个事情跟余文事件 能不能完全相提并论 但我们必须来强调是什么 纵使不能够完全相提并论 案情并不一样 但重点是 所谓的拿假发票 去做便宜行事的动作 做了暴障的动作 这些大学教授们 就完全都不算处法吗 只是因为他是大学教授 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公务繁忙 研究事务繁忙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但余文当年为什么要去坐牢呢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这到底跟余文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这边要来关注到的是 只要是法的问题 在这里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空间 就像黄世民总长所讲的 余文事件我们来看看 当初是以金额比较大的发票 来代替金额零税的发票 结果报销了特别费 报销了马英九市党特别费 最后查出来结果是呢 他呢其实还是保留了 真实支出的凭据 就是那所谓的小林 所以发票通通有留到 来证明他的报销 全部都是因公支出 所以在这里没有任何一毛钱 进到他的口袋里头 最后他是用未造文书罪 于是被判刑做了一年多的牢 这是余文事件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到 这起的大学教授的 一个涉案的一个问题呢 有经费挪作私用 刚才告诉你有大小金库的问题 有所谓的预放款的问题 留相不明 检察官告诉大家 在我们的询问过程当中 钱讲的不清不楚 那么有些钱直接进入私人口袋 也证据也明确了 那么发票问题怎么处理呢 现在交代是相当之模糊的 于是以贪污制罪条例 恐怕是用贪污罪来做 这个起诉的动作 接下来会朝这个方向 持续来侦办下去 我们来进到法院侦办之后 这个贪污罪证是不可承受之重 还是不可承受之轻 所以吴贵扣姐我们刚刚讲到 如果这个状况呢 刚刚两位教授说 他们都听闻 现在表示 他是一直持续在校园当中了 但是就是我们这三位巨头 完全的不清楚 不知道这样子的事情 提时间跳出来 替大家来说相 我们在这看不到 整个学术界的自清跟反省 看到的是坦户跟护航 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我们这个 学术界道德轮上 这个基本上 现在有国小校长的 营养午餐贪污的事情 那有这个大学教授 担任这个政府采购案的 还评案的这个 评审委员 然后去拿钱 现在也有定案的 已经定验的这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呢 最不可思议的是 翁启会跟朱敬一跟蒋伟宁 这三位学术界的巨头 他们竟然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 这个向社会各界道歉 说我们在这个学术界 发生这些这种事情 我们以后要强化的这个自清 而且希望能够让这些事情 不要再发生之后 我们如何在制度跟这个法律 跟这个教授的这个人格的训练 上面做一些良性的这种改进 而他们不是这样做 他们是出来告诉大家 公款如果是公用的话 他就可以没罪 那换句话讲 伪造文书的跟这个诈欺 这个是你如果是公款公用 但是你这个乱报发票 就是余文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伪造文书或是诈欺罪 他们竟然还敢说 这些希望能够还起诉 你在干预这个检调调查的本身 这些人都应该被调查了 我认为 尤其是翁启会 你打那么多通电话 给这个立法委员 这里面有没有寻思的部分 你翁启会过去 有没有用过这个研究费用 我觉得这是令人熟忍不可忍的 一个台湾学术界的一个 非常重大的一个沦陷 你知道吗 翁启会中央研究院院长 你还有资格继续做台湾的 这个学术界的大的巨头吗 蒋伟宁部长 你做过中央大学的校长 你过去做校长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些国科会 跟各种不同的研究案例当中 教授之间的问题吗 一个教授连报仗都不会 他凭什么做教授 还说什么他们都不懂 好像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天真无邪的 一些人士到校园里吗 然后再加上朱静一 你自己是国科会的主委 朱静一本身国科会 本身应该改革的地方是什么 你自己提出一个方案来 而不是把这些 正在调查中的案子 然后做一些这个托词 感觉到好像当教授的人 就比较这个地位比较高吗 比较这个可以 跟一般的人民不一样吗 那种傲慢 无知 而且无理到 这个忘却的社会公益 他们才是我们台湾的 这件事情发展 招动的支持 我认为检调单位继续查 继续查到底 我就不相信把这些教授 全部绳之于法 我们的大学会关门吗 这些教授平常 报仗做研究 就这样子搞不太清楚的人 他教书会教得好吗 两位大学教授 大学教授教书是 给分数是点点滴滴 我们以前要拿分数 拿个80分90分 都差一两分都很重要 你连报仗都报不好 那你怎么教学生 所以看到这个太多 让大家无法解释 或无法接受的一个状况 因为实在太忙 所以对法律状况不清楚 这是一种讲法 所以搞不清楚状况 于是现在出现了 误触法网情形 三巨头是要求 能够对这些大学教授们 网开一面吗 刚愈扣姐姐点到了 就在去年 我们看到新北市 这些小学校长们 多少人通通沦陷 拿了营养午餐费的一个回扣 当时蒋伟林部长 有出来说说话吗 好像没有 那么为什么大学校长 现在大学教授们 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第一时间 三巨头们 这么迅速的 立刻要为大家来说说话 而且是在这个时候 被我们的来宾认为 根本是在干预 整个司法正在调查的一个情形 所以请教纪委员 不知道能不能接到 翁启会院长的电话了 要求赶紧修了是会计法 要除罪话 我们刚刚点到余文了 如果真的要除罪的话 那余文当他坐牢是做假的了 我们还花一笔钱 做出国家赔偿吗 我们大学教授 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 他应该不敢打电话给我 为什么 他知道我们应该 不会认同这样的一个做法 没有吃过猪肉 也看过猪走路 他们三位猪讲 那个翁三位巨头 我想都曾经在大学 这个国立大学任教过 其实众子他们没有做这样事情 他们也应该有听闻 换句说三巨头 你没有就防卫你未然 防卫杜奸 就是说作为比较好的一个 提醒跟建议 或甚至于教育 你让这事情搞这么大 然后几乎没办法收拾 其实基本上他们三位 他们三大机构都有 行政怠舵 姑息以及乡院 其实这已经很严重了 所以他这时候 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这样讲 我不能讲说 是不是像什么叫兔子 忽悲 很多都是他以前的同事 都是好朋友 我觉得已经有为 他们的基本的一个立场 跟身份 不应该讲这些话的 我再次强调 我们并不是说不赞成 给这些教授一个自信机会 而是你必须让这些法律程序 照着程序走 任何人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犯了什么法 马上来弄个特别法 而且他们提出了 他们有说 这个可能有什么 还指导检察官说 有什么科技 科学技术基本法的一个适用 这里面写得很清楚 科学技术科技法里面 只是针对采购法相关的流程 做规范而已 跟实质 他们那是两回事 他们不是实质的 采购法是一个程序 它规范说程序 你可以不照采购法 所以他其实提出这样的辩解 是疾病乱投医 换句话说 我说回归到整个法律面来讲 然后至于说情节不重大的 我也赞成说 人才培训不一定说 一定说 怎么重大原省 但是我觉得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是 这是一定的 法律之前人平等 这个守不住的话 没有办法跟全国人民来交代 不要忘了A的 所谓国科会的经费 全是我们纳税义务人的钱 我们在说 我们的国家已经报表 在这里才知道 这么多这么多的大学教授们 怎么也在这里帮忙 来A政府A人民的钱 讲到这真的很难听 但是它却是一个事实 这就彰化地检署的承办 已经现在做起诉动作 刚刚一开头就讲了 台北地检署也在办 台南地检署也在办 所以这个里头 承办相关的人等 恐怕还有一百多位教授们 在这通通有问题 所以讲到这的话 是不是 庄老师 所以他叫历史工业 你看这么多教授 通通被牵连 所以叫历史工业 但讲历史工业 我们人民没有办法 接受这四个字 全部推脱到历史工业 我说去年事发 事情爆发到现在 七个月 相关刚讲 那三巨头相关单位 没有寻求任何的 补救措施 特别是国科会 没有要求要修法 没有在这边要自清的动作 或是要 我们待会叫什么 更清楚 未来怎么样暴障 完全没这些动作 现在一起出 大家就大声嚷嚷 很奇怪的一个发展 不是去年 七月的事情 是第一个案子 被判刑定验的 余教授的 那个是好几年前 多少年前 这个case是去年 对 但是为什么那时候不处理 就好像刚刚提到了说 为什么小学校长的案子 就不处理 为什么要这么多教授 这是一个问题 我一直呼吁说 教授会被人家尊敬 是因为什么 第一个 他懂得比人多 再来 他头脑比人清楚 所以你说教授 这个不会 懂得这个程序的话 那你不是在侮辱这一教授吗 他不可能不清楚的 不懂的 不可能不懂的 不要开玩笑 讲这个 要来脱罪 只是让教授被社会觉得说 你在做什么 另外一个 政府官员 尤其当到部长级 或主委级政府官员 人家尊敬你是要求更多 你要做正确的事情 好 如果你已经发现说 这是历史工业 这么多年的事情 对不对 你应该怎么做 行政院可以提案修法 立法委员 发现这么多的问题 对不对 立法委员也可以提案修法 结果这些立法委员 这么长的时间不修法 立法怠惰 这些行政官员 这么长的时间不愿意修法 行政怠惰 那立法怠惰 跟行政怠惰 这个时候 才要急救张了 提出来 这些理由 社会当然不能接受 我不是 我跟纪委一样 我觉得 法是法 里面有些问题 不是不可以讨论 但是第一个 一定要依法行政 再来 你如果真的要改的话 先站出来 立法委员先站出来 跟人民道歉 对不起 我立法怠惰了这么多年 行政部门 三巨头站出来 对不起 我们行政怠惰了这么多年 对不对 那蒋部长可以原谅他 因为他刚当部长不久 但他至少可以 在当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 也是看到这个问题 我在当公立大学校长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 开一个说明会 发票要据实报 因为我在交法律 你只要报错一张 围造文书 你可能一辈子前途就没有了 第二个 我们也耳闻很多 但是耳闻的是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如果有一些 你报了花票 你所有的各种不同的花票 全部是某一家厂商开的 奇怪 这家厂商包山包海 这个我们就会去查 所以在这个时候 学校的行政单位 第一个要去恶主 再来我们要去查 所以 而且我跟很多教授讲说 我宁可让你觉得现在 我让你们不方便 可是我不要将将来你们 被判刑以后恨我 那造成你们人生的不方便 结果现在 只要我经过了学校 这方面都要求非常清楚 现在很多人跟我说 中央大学 你那时候我们很讨厌你 你这样做才是对的 但是如果真的 还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我们再去努力 跟立华文言沟通 我们不是没有跟立华文言沟通 我们都沟通过了 立华怠舵嘛 行政部我们有没有讲过 都有啊 行政怠舵嘛 所以现在出事呢 是谁的问题 通通是法律的问题 是历史的问题 但是我们说这个过程当中 是台湾有这么多 这么多大学 不管公立 还是私立大学 但是刚刚知道 庄校长 庄老师这一讲出来 有人通通没有问题 就是做得到 所以这应该怎么解释他呢 所以现在告诉我们 这个会有 这个人才不好聘回来 沿揽国外人才回来很难啦 打击 研究士气了啦 那接下来呢 台湾的这个校园 现在会有国际丑闻的一个感觉 好像台湾的大学教授们 都会贪污啦 所以接下来 这也是个大问题 这该是个问题吗 沃老师 是很严重的问题 请注意 请黄世民 跟总统马英九注意 是结构性的犯罪 所以不是历史共业 为什么要发现 是结构性的犯罪呢 因为 只要一形成 彭党式的互彭影半 和互相cover 那个结构性的犯罪 就呼之欲出了 而且在各个领域里面 如果都有固定的配合厂商 麻烦查一下 特别这些知名的国立大学 在各种类别 各种学科 配合厂商 是不是都正好是 正好是某几家 特属的厂商 好 那再去查了 他们的账 是不是都正好有内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结构性的犯罪 而且是标准的 两个字 白道 好 那这些白道呢 是吃人 不吐骨头的 好 那这里总统为什么要注意呢 就是说 他们吃的这些钱 而且还会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包装他们自己 同时呢 进而去游说整个国家机器 然后呢 他另一边呢 又去骂他的对手 又同样的话 那这种事在过去 有没有很多呢 非常多吧 比如说有人说 你可能有国外护照 就被查说 他自己有国外护照 OK 类似这样的情况呢 在大学教授里面 所见多异 不过我要特别讲的是 也许 龙祸里面有些人 他可能 可能有一点 冤枉的可能性 但是这不是 不是普遍案例 大部分 是基于 结构性的犯罪 刚才讲到什么 什么人才流失啊 这个 像这种 报仗 报假账的人 他算什么人才啊 人才本来就 就当教授的人才 师德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三个巨头 真的是已经不适用 我现在要呼吁 我们的台湾的 很多的大学小朋友们 你们就平常参加 这个反 反这个反那个 我跟你讲 真正的 这几个教授 尤其是台大的校长 要联合所有校长联署 要让这些贪污的教授 或者说诈欺的 或者是 做这个伪造文书的教授 要除罪 你们最好在网路上 串雷一下 到各地去静坐 我也去跟你们 一起参加静坐 这个才是最严重的 一个问题 这种学术界的伪君子 比这个一般的 这个三教九流的 这个小黑道的 那个小流氓还可恶 自己放上了一个 博士的这种招牌 然后还敢牵手出来 叫大家这个 饶过罪犯 然后那些校长 还敢去联署 这些国立大学校长 正别讲说 你们这些家伙教授 从你们的薪水 到你们退休 都是我们国民养的 现在连贪污都不能办 连伪造文书都不能办 你们看到 这个今天有一个 那个超商店的一个店员 他用80块钱的一个点数 他这个 把他A下来了 这还是民间的机构 民间的店 他被判了这个 判刑要18万的这个 罚钱 所以这些 这个蒋伟宁跟这个朱静一 跟翁启会 令人生气的地方 他们连一个 法学的素养都没有 更别讲说 他们尊重司法 翁启会竟然敢私下 打电话给立法委员 去游说这种案件 你翁启会不务正业 然后那些立法委员 你打电话给他们 蔡振元 李议元 什么林世佳 你们这些立法委员 少在那里 那个私下在那里乱做人情 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不是属于你们这些 自以为骄傲的精英分子 所以我们都对于 这些大委校长们 大家要求跟 教授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到底专业优先 还是应该要有操守 我们光回来继续讨论 当然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